再來,第一個就是程度大概就還蠻平均的 所以等於是假如是入門的同學 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我想我們就取一個折衷平衡點 有些程式或者公式雲端上都有 你就直接,因為時間有限 你就C,C,C,V 反正先可以RUN再說 至於細節的部分,慢慢可以再了解 再來的話,大概有幾個函數 總共應該是這個,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話,大概有三分之一多一點 所以大部分應該是OK 可是他的同學說不曉得會上網查 OK 上網不知道有沒有答案 Google一下,Excel函數到底有幾個 不知道答案是多少 OK 理論上應該是至少250幾個 因為這個數量會增加 為什麼? 因為Excel新的版本 它會增加一些函數 比如說像VILU函數 以前可能只能查第一欄 如果你要查別欄不行 它有多一個叫什麼 XLookup 有沒有 然後Match也是一樣 怎麼XMatch 不過前提是你必須要用最新的版本 Office 365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用新的函數的話 意思就是說你要再花錢買新的版本 如果你假設我不想花錢算了 你就 那再來比較有興趣的部分 同學好像比較有興趣應該是落在那個什麼 有關那個基本函數 跟高階函數 這個好像高階函數比較多啦 然後還有跟資料庫的應用比較有關係 不過這個難度比較高 今天也許時間我看應該是沒有太多的時間 其他好像對於爬蟲也蠻有興趣的 OK 所以也許我們後面也許就帶一些 這相關的東西啦 看一下好像有一個範例可能相對比較適合 那這個範例的話你們可以直接就在雲端上找到 在你剛剛連疊的那個G7點G7 你們看一下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請你找到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01 那01裡面的話請你找那個01裡面的 這個哪一個呢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點位這個範例好了 那比如說這個範例你打開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了 那第一個資料在哪裡 它沒有在範例檔裡面 它是在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所以你只要打這個關鍵字 開放資料 那政府機關就會把它所有可以開放的 只要沒有隱私的問題 它會幫你開放的 那其中的話呢 有沒有 政府看 那你假設想知道 台北市的這個治安到底有沒有變好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呢 台北市到底哪一區 最容易遭小偷 然後哪一條路上面 有沒有 最容易失竊 其他還有啦 比如說你車子停哪裡 比較容易被偷 有沒有 然後機車、汽車、腳踏車都有 那這個資料很簡單 你就開放資料打一個竊道 有沒有 打一個keyword叫竊道 那他就會幫你把什麼呢 相關的那個什麼 有關這個竊道相關的資料 都幫你呈現出來了 竊道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啦 第一名就是台北市的汽車竊道案件的發生 他其實就從104年1月份 一直到110年就今年11月份 只要有汽車失竊 他就告訴你說 那個失竊的時間跟哪個時段 還有呢 地點在哪裡 所以這邊有些訊息 我覺得還不錯啦 就是說呢 停車千萬不要停在那個地方 然後什麼時候被偷呢 你要記得那個時間不要停在那裡 你就可以 叫什麼 趨吉避凶 對不對 你的車就比較不容易被偷了 那除了說呢 汽車之外還有腳踏車 腳踏車停哪裡最容易被偷 OK 你們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其實有答案 之前的同學做報告 他說因為他腳踏車被偷過 所以他就很有興趣這部分 後來發現 最容易被偷的在哪裡 應該可以很直覺猜得到 台大 對 台大附近 所以台大附近那幾條路就是6點 所以台大附近那邊 可是到底是誰偷的也不知道 可能就是因為 大部分應該也不是刻意要偷 我可能想說你沒有鎖好 我就把你騎走了 因為上面其實也沒有車號 所以這個都是有相關資料 那其中的話 我之前比較有關心 就是哪邊比較治安比較不好 也許可以從那個像住宅竊道 的這部分去觀察 比如說也許我找這個住宅竊道 那其中他又 所以你們往下拉 那以後假如說你想要拿這個資料練習 只要是後面是CSV的都可以 CSV的話預設 他都會是用Excel去開啟 所以我們下載這一個 那怎麼下載 很簡單點開來 然後呢 他就會顯示出那個 就是這邊有個CSV 你就點這個CSV 他就下載了 OK 然後就幫你download下來了 那如果說未來 你想要把它變成爬蟲的話 其實他這邊會提供給你一個檢視資料 跑得有點慢 點這個CSV 他就會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下載到我們的 這個電腦裡 然後這邊的話 檢視資料裡面 你會發現他這個地方 會有一些相關訊息 那未來如果你要寫爬蟲的話 他會提供給你一個網址 也就是說你把這個網址 位給那個爬蟲 他就會幫你把資料 爬到你的Excel裡面了 OK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點 常遇到的狀況 就是編碼格式 如果你的編碼格式 假如是Big 5的話 那相容於Excel 也就開起來不會是亂碼 但是如果你是另外一個格式 叫UTF8的話 那記得你可能用Excel開的話會亂碼 那怎麼解決 應該這個問題也蠻常見的 最簡單的方法 你用記事本開起來 修改一下他的編碼方式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把它點一下 點一下CSV 這邊就下載了 那印象中好像哪些 街頭搶奪案件吧 這個是107年 這個我記得好像這個是CSV 但是它是UTF8 所以如果你是找那個什麼 哪個地方最容易在街頭被搶奪 不過記得 台北市叫什麼 街頭隨機搶奪案件 所以如果你經過那個熱區的時候 建議是把包包把它收好 這樣小偷即便要搶也搶不走 OK 在哪裡 這邊其實都有資料 所以也許你可以把這個下載看看吧 那我剛剛提到 就是它如果是UTF8的話 如果你用Excel開的話 假如是舊版會亂碼 但我記得好像新版開起來 好像現在好像它比較聰明了 因為我們學校用的版本 是2019的樣子 所以開起來即便是UTF8 它一樣會幫你轉碼 但是如果你是用2019以前的版本 它開起來是亂碼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它會提供給你什麼資料 就這些資料 包含就是 總共有 這個主要是五個欄位 編號 所以搶奪總共有多少件 這麼少嗎 110 107到110 總共四年期間呢 怎麼這麼少 台北市的資料也太好了吧 這難道是真的嗎 還是吃案嗎 還是你搶了不會去報案 不知道 反正就是這麼多啦 OK 因為現在即便要吃案 恐怕也很困難 對不對 你馬上就被新聞 就被記者給爆出來了 所以 那 歷年來的數量到底是增加還減少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是搶奪好了 你可以這邊加一個欄位 加個年好了 那如果你要知道 因為如果你要用樞紐 這個我們可以用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可是樞紐分析表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呢 假如你要統計什麼資料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那個欄位 如果你沒有那個欄位 它沒辦法幫你做到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先把那個年的部分給變出來 那年的部分在這邊 發生日期的前三個字 所以你可以插入用那個什麼 文字類的那個函數 這個很簡單 用laps就可以了 laps裡面的話 我們給它前三個字 所以這邊輸入3就可以了 107 但是請可以注意一下 它這107是107的什麼文字 前後是有雙引號的 所以未來 假如說你是會有排序 或者是群組 那你記得要把它轉成數字 所以怎麼轉成數字呢 記得喔 按確定啦 OK 那如果你要轉成數字的話 記得喔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在這個函數外面加一個value 那它有什麼變化呢 我怎麼知道它是文字還是數字 你會發現喔 如果它出來的結果是靠左對齊的話 它一定是文字 其實這個也是個觀察點喔 如果它靠右對齊的話 那它就數字喔 所以你可以從對齊方式 看出到底它是什麼資料型態 那特別注意啦 在以色列裡面非常注意 一定要很注意那個資料型態 因為我發現大部分同學問的問題 都跟資料型態它搞不清楚 很有關係 文字跟數字搞就是兩邊搞混的啦 文字跟數字是不一樣的喔 如果你用邏輯判斷 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在以色列裡面看起來會是一樣的喔 那可是怎麼判斷 第一個啦 靠左對齊是文字 那可是我現在如果要把它變成數字 我覺得比較安心 為什麼 因為它明明就是數字 那怎麼變數字很簡單 請你在這個外面包一個value函數 value V 有沒有 其實打一個V就可以了 它會出現value 點兩下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後刮弧 那這個value函數是什麼作用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這邊插入函數的地方 它會告訴你 將文字資料轉換成數字資料 有沒有 OK 其實把它刮弧起來就可以了 好 按確定 你會發現 它的第一個變化是怎麼樣 欸 它突然間怎麼樣 靠右對齊了 有沒有發現 所以呢 有的時候 細節會高 然後細節會高 細節會高